Hello 大家好 我是冲玄老师 那今天校长协会的AI教学系列我要介绍 Flu 使用AI快速制作影片 今天影片就像文书作业一般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各位呢 在Google的搜寻页输入Flu 接下来就点选到这里来 点第一个地方 点选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韩国的网站 搭配AI轻轻松中就可以帮我们把影片做出来 这个地方是可以免费下载哦 下载再做安装 那安装起来以后 当你要开始使用才需要注册Google的账号密码 免费的 来 那我们就来看吧 装完以后呢 在桌面上在这里Flu 两条那个蓝色线 对它快点两下就可以开起来 那开起来以后呢 会显示这个 哦 这个是一个教学的练习画面 那地方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直接点这个新项目 就可以开始实作了 点选新项目的时候 那我们来介绍AI制作影片 那这里的功能就叫做 透过文字制作影片 点开来哦 那目前的影片是16比9的YouTube 其他就是手机的影片 来 再点选下一步 那这边有一些风格 你影片要做什么风格呢 我简单说什么 比如说纪录片风格 呃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看 再点选下一步 这时候接下来呢 比如说我来介绍 蝴蝶生态介绍 我要制作一个蝴蝶生态介绍影片 那这个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是灵灾空的 你把你的主题名称打完以后呢 接下来请AI帮你做 好 再点选一下 那一分钟之内呢 文章就帮你写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右边哦 等一下文章写完的时候 可以搭配AI帮我们配音 还自动会帮我们 去找相关的图像跟影片 还有影片呢也可以找哦 然后也会帮我们加背影乐 真的非常方便 好 写完了 那写完以后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技巧哦 等一下我们希望影片 每个画面字不要太长 所以在这里各位要做什么 换行 好 各位观众 按Enter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 好 这样换开来 如果你现在在这里换 待会做成影片就比较方便哦 胡言经过 又重化 永化 成为 好 我们这边做换行 意思是说 这个换行意思是说 待会没页 就是这个字幕 如果你给它太长 字幕两行 其实画面是不好看的 那当然这边文字都可以再做修改哦 文字都可以做修改 好 你现在在这里做呢 这个是Flu的非常重要的使用技巧 我们应该注意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减少化学农药啦 好 更多的食物来吸引它们 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 保护这些偏偏起伍的小 偏偏起伍保护这些 偏偏起伍的小生命 感谢观看 好 我换行段行做的差不多时候 接下来再点选完成 它让你再确定一下 再讲一遍哦 这个文稿各位可以再自己修改 我就不改了 那这个地方使用ChartGPT 产生的文章 你自己写的文章都可以 最后再点选完成 那么这个Flu呢 就会针对里面的文稿的每一句话 去找到相对应合适的影片跟照片 当然找出来的时候 等一下可能如果不合适 还要做修正 因为是AI找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吧 所以用这种做影片 真是轻轻松松的 把我们配音配置 再加配音乐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哦 以前的影片要加字幕 加声音要对上 要花很大力气 现在用AI帮忙 这件事情就变简单了 而且还可以选人声哦 预设是纸墨声音 那我们这边免费版还有什么 两个男生 男生的声音 还有两个女生的声音 可以做选择 来各位看一下 说着说着呢 就把这个做完了 不过第一个画面不合适呢 各位观众 因为他看到观众 他就想说 帮你做这个 那这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要什么 换素材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一下 按着空白键 他会播放一下 我先按空白键 让他先播放一遍好了 我好喜欢在这边点一下 各位观众 空白键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是蝴蝶生态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它们是昆虫界中的飞行高手 蝴蝶经过幼虫化 涌化成为成虫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称为完全变态 蝴蝶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还承担住重要的生态角色 它们是花朵的传粉者 在生态平衡中扮演住 重要的角色 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蝴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为了保护这些美丽的生物 我们应该注意 保护它们的栖息力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并提供更多的食物 来吸引它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 保护这些 天天 来看一下有些画面是不是不合适 因为AI 它有时候都会这样 那我觉得像第一个各位观众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要换照片 换影片 那怎么换呢 好 在插入标签这边有 来各位看一下哦 在插入标签这个地方 有免费的图像跟影像 我就点选一下 在这里就输入关键字 Butterfly B-U-T-T-E-R-F-L-Y 介绍蝴蝶嘛 那就找蝴蝶相关的 诶 这边是蝴蝶的图像 这边是影片 那各位观众 其实字很少啦 也许就用一张蝴蝶来 点一下 那把楼下这张图 按Delete删掉 那删掉这张图 并没有全画面耶 好 点这张图再移到这里来 好 点这一颗 可以是延展后 这个裁剪后 哦 这个就换掉了 那接下来 第一个换完以后呢 再点到第二页 我们今天要介绍主题 那你可以按Tab键 Tab键就是指播放这一段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诶 没有画面哦 哦 所以我们现在再点刚刚的 再点刚刚的 免费图像影像 就可以连接到 那这里呢 我打算放一个影片给他 我们介绍主题 点开来 点了就下载了 接下来点这一颗 裁剪后填满 哦 这样影片就过来了 来 再关闭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吧 点这里 一页一页检查一下 诶 这一页还可以啊 那就再点一下 哦 完全变态的地方 那就再把这个 再点一下 完全变态的地方 我这边再加一个 蝴蝶的一个影片过来 好 点开来 就把影片加进来 再点这一颗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不要 这个 原来这个黑黑的呢 点到这个 可以做什么呢 删除 好 来 我们继续往下走 点这里 它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嗯 这个图我也觉得 就应该换掉 点开来 从这里加进来 对不对 那点下面这张图 按Delete键 点这里再做完 好 再往下移 这里 哦 在生态平衡 那生态平衡 它放的是这个 呃 我觉得放个大自然 大自然这个就好了 我们换这个 再点一下 那我从这一点 它就放进来 再把旧的这张图 Delete掉 点到这个地方 要充满整个画面 好 再继续咯 那就夜景呢 由于人类的活动 诶 这个是可以留下来的 对不对 那蝴蝶的数量 正在节省 为了保护这些蝴蝶 呃 这个就换掉咯 这是我打算换 这个很棒的花海 点一下 这个是直的呢 你可以点这个哦 裁剪后填满 哦 看起来不错 那把旧的这个 记得点的它 这边就可以做删除 那这样换 我们应该注意 好 继续 我再换蝴蝶的相关的画面 好 这时候再点选这个 点一下 就把这影片加进来 把这个不要的 点这里 按删除 那这个图 点下去 旁边黑黑的哦 再点这里 我现在在检视每个画面 AI帮我们产生了 保护它们的棲息地 棲息地的地方 那这里呢 呃 我来选这个 再换一张图 那个鸟不合适 再把这个歌词的一个 删除 记得 加进去 旧的画面删 接下来再点这里 再做什么呢 采减后填满 再往下移动看看 减少化学农业的使用 这用讲的就好了 来 那我这边用 这个看看 诶 点开来 这看起来不错啊 哦 再把这个删掉 加影片 删旧的影片 再把这张图 做什么呢 剪裁后填满 再来往下 提供更多的食物 那更多食物呢 嗯 我们换这个 蝴蝶在吃的这个 老师啊 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素材呢 可以哦 可以哦 如果说老师 我自己的素材呢 你可以点选这个按钮 来 我说明一下 这个是 网络上的免费 的图片影片 如果是自己的 照片素材 就点这里 点这里叫做要求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 照片在这里 哦 在这里 那再来接下来 你到这个地方 来吸引他们 这张图肯定不合适 对不对 来 那这边呢 我再点这张图 加图片 把旧的图删掉 点这里做什么呢 全画面 来 再对一下 诶 快结束咯 让我们一起努力 哦 呃 这个放这个 瓜里不下 我们再换一下 再换一张图 好 把这个图 删掉 再点这里 看他是不是觉得 有点熟悉了 好 再来 保护这些 好可爱的 好 点开来 因为他听到宝物 就帮你加这个 哦 其实我觉得 他还蛮厉害的 再继续 这里 翩翩起舞的小生命 这影片都在这里 好 那再加这个影片 点这里再选这个 好 第25个 感谢观看 那感谢观看 我就想换素材 这是免费的图库 那我就打算加这个 好 点开来以后呢 谢谢观看在这里 就把旧的影片删掉 点这里 记得哦 裁剪后填满 哦 我们做了一大堆 那这个影片 这样就做完了呢 来 我们来播一下 按空白键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是蝴蝶生态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它们是昆虫界中的飞行方 来 再按空白键 空白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 把这个就删除 刚刚没看到 有黑黑的 来 再播看看 按空白键 开始播放 预播 按空白键是停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是蝴蝶生态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它们是昆虫界中的飞行高手 蝴蝶经过幼虫化 涌化成为成虫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称为完全变态 蝴蝶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还承担住重要的生态角色 它们是花朵的传粉者 在生态平衡中扮演住 重要的角色 但是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蝴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为了保护这些美丽的生物 我们应该注意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并提供更多的食物 来吸引它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 保护这些天天起舞的小生命 感谢收看 来 做完了 那这个如果要修改字幕呢 好 各位跟我们补充一下 在格式的地方 这边可以针对文字设 文字的颜色 这里一改就全部改 还有边框 还有位置 就是希望大家 上下再低一点点的 看见吗 在这里改的时候全改 不是只有改这个 来 点一下不同字幕 看一下 大小可以来调 那如果要做好一点呢 这会给大家建议一下 也许你需要一个 用Canva做一个片头 会好看一点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片头 这张图看得不错 各位观众 对不对 那来 我来补充一下 看得比较像作品 那Canva在我们后续的教学主题 我们也会来做介绍 看一下哦 我已经开启我的Canva了 Canva在我们校长学会 这系列的AI教学影片 我也会提 来 我现在点选了什么 社群媒体里面的Facebook里面的这个 浏览范本 这个Canva有61万个范本 它的版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来 那我们就从这里来做筛选 1640 这个 挑一个你觉得 我们可以筛选绿色的哦 跟自然生态品味比较相关 找一个你觉得想来当 蝴蝶生态片头的这个 影片的一个效果 来 我来稍微选一下哦 那这个Canva真的非常适合大家欣赏 大家都有做简报影片的需求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美工能力 Canva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来 那时间关系了 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我就点这个就好了哦 哎 老师 这个是什么 食物呢 哦 还可以再挑 这里 就拿这个来改吧 哎 老师 食物怎么改 你看一下哦 点开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元素的地方输入 Botterfly 我就可以把影片放过来了 老师看吗 哦 这个Canva的影片非常非常精彩哦 哦 这边就有影片了 好来 那接下来Botterfly 对不对 那我们在服的主题 这个是在做这个了 记得吧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这个啊 蝴蝶生态介绍 所以呢 我们回到这个Canva来的地方 来 这个是副标 这里 来 Ctrl-C Ctrl-V 贴上 蝴蝶生态介绍 拖一开来 然后在这里呢 我来选什么 字体 拉大一点大小直接拉 那这个呢 好 保护 这个 保护它们 各位可以打一些跟蝴蝶相关的 当然这些事情都可以请那个什么来做 ChairGP 老师 这我希望给它一点造型 来 我再提一下哦 在效果的地方 可以针对这个蚊子做什么呢 做变形 哎呦 怎么这么难看 这边就调曲度 蝴蝶生态介绍 接下来再搭配文字的间距 视距可以拉开一点点 哦 这样就有个形状 来 主标题 那当然呢 来 各位再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加 你在做影片的时候 一定可以加自己的素材 在上传区 这边输入我的这个名字 我就可以把我 个人的照片放进来 那放进来看起来就是完全不合 为什么不合 四四方方的照片都不合 但是呢 在Canva 点了这张照片 再点选 编辑照片 就可以把背景去掉 我们再看一下吧 背景去掉以后 还可以做什么呢 左右做翻转 来 我们来播一下吧 右下角这是做播放 哦 这个蝴蝶生态 其实它动得不够多 那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再换一个 好 蝴蝶生态介绍 好来 那片头时间关系 我就点这下载哦 蝴蝶生态介绍 选起来当成档案名称 接下来再来分享 下载MP4 这个MP4就是要拿来做什么呢 做我们刚刚 Flu的整个AI做影片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Flu做影片它有AI帮忙 可以加字幕加配乐 对不对 那其实Canva也可以做 但是如果要加字幕 要没配音 可能在Flu作为比较方便 那用Canva做出来的影片也很棒 但是完全不同风格 我们事后会来做介绍哦 那接下来再回到Flu来 对不对 老师要怎么放进来 各位观众 其实如果那个影片有点长 也许可以考虑 看哦看哦 我希望把这个两个影片变成一段 那影片比较过不过 按Delete键就收起来了 好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主题是蝴蝶生态介绍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点选插入的地方 我们自己的素材就从这里哦 点开来了以后 从电脑上传 我们把它接过来 这个是刚刚从Canva制作的片头 哦 点了就加进来了 那再注意点哦 这个片头啊 刚刚不是有两个吗 这两个就用不着了 点它好习惯把它删掉 那还没完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片头 跨越到1跟2 诶 主题在这里呢 那点了这个素材 直接拖拉到这里 好来 那看起来是结束 来 我们来播看看哦 按着空白键 再看一下前面的小片头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是蝴蝶生态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哦 看起来就很棒了 它们是昆虫 好 空白键按一下 最后再来 记得要做档案的保存专案 搞不好做完 到时候还在改呢 好 储存一下 蝴蝶的生态介绍 这是我们的专案档 以后要修改还可以改哦 那最后再点选 输出预设 就是MP4 点开来 1920x1080再点输出 好 那蝴蝶生态介绍呢 我先加个OK 刚刚这个地方 是从Canvas下载片头 对不对 那这完整的 Flu做出来影片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以前我们在做校园影片的时候 很怕加字幕配音声音 因为要对声音 对画面要花很大力气 那现在我刚透过这样的介绍 我们在20分钟之内 我就把影片给做完 如果说学校一些相关活动 你在20分钟之内 可以把这做完 而且配音配乐 那我觉得 学校很多很棒的活动记录 都可以被保留下来 因为以前制作影片太辛苦了 有时候做剪较好几天 那现在透过这个Flu 或是Canvas在协助做片头 整个感觉质感很棒 而且做起来很快 所以现在有AI的帮忙 我们可以大大提升 我们的工作效率 或者是什么 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 而且可以增加 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的质感 那就完成了 来我们来开启一下 打开文件夹 来播放一下吧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是蝴蝶生态 蝴蝶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它们是 好了 那最后当然 我们会把这个影片 上传到哪里 上传到YouTube 就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学校的一些相关活动记录 比如说办才艺表演 办经会 运动会 这些透过AI来做影片 都非常方便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